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交通部和财政部将在下个星期针对槟城清快铁计划的融资模式展开商讨 我国今天在柬埔寨冬运会再斩获两枚金牌 武术世界冠军陈昌敏在本届冬运会斩获两枚金牌 今天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 回顾疫情期间 护士 医生 乃至医疗人员都挺身而出 他们站在前线不遗余力付出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卫生部长扎利哈配合国际护士节 希望所有护士继续努力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同时 促请国人持续为这个牺牲时间和精力 照顾他人的群体给予支持 扎利哈指出 他对护士们在医疗服务过程中 所付出的耐心 坚持和牺牲表示感谢 他同时将护士描述为我国卫生系统的重要资产 因为他们的责任在确保患者获得优质和专业治疗方面至关重要 此外 护士在全国医院 医疗中心和诊所也扮演着守护者的角色 确保患者能早日痊愈及获得良好的医疗照顾 配合国际护士节 卫生部为合约护士捎来了好消息 卫生部今年已提交超过2000份将合约护士转证的申请 至于有多少人获得批准 则取决于公共服务局 我们有2个3千人批准 制作人 2千人批准 则取决于公共服务局 任何法律的批准 则取决于公共服务局 任何法律的批准 则取决于公共服务局 因何法律的批准 则取决于公共服务局 因何法律的批准是 整体批准 就可以不仅价实 扩建更多的卫生机构 因此急需16万5千名 护士投入我国的卫生领域 大马律师工会在特别大会 通过总检察长 丹斯里·伊德斯哈润的 不信任动议 这属于该工会的权利 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 首相署部长 丹斯里·阿扎利纳指出 大马政府强调 透明和问责制度 因此对任何批评 都保持开放态度 阿扎利纳是在柔佛哥打丁一 出席开斋节开放门户活动时 这么指出 随着首相达德斯里·安娜 愿意资助槟城兴建轻快铁 交通部和财政部将在下个星期 针对槟城轻快铁计划的融资模式 展开商讨 这项计划旨在缓解该州的 交通堵塞问题 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 除了交通部和财政部 涉及商讨这项计划的还包括其他机构 早前首相达德斯里·安娜宣布 联邦政府将批准一笔额外拨款 作为该项目的建设费用 但具体数目和经费来源将经过财政部 和宾城政府讨论后决定 目前财政部已召集该部和捷运公司代表 详细探讨此事 国家银行日前宣布将隔夜政策利率 调高25个基点至3% 国家银行总裁丹斯里·诺山沙 今天博士坊间认为 升息将导致更多人破产的看法 并形容这是毫无根据的 诺山沙今天在第一季经济汇报会上指出 毫无数据支持这样的说法 相反的国内还是有家庭的金融资产超过债务 使他们能够应付更高的借贷成本 他解释 由于通货膨胀高居不下 若不升息控制通胀恐怕会影响所有人 另一方面 我国今年首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6% 诺山沙表示 这次的增长是受到家庭开销扩大 持续的投资活动 劳动力市场改善 以及旅游业活动所支持 从个别领域来看 服务业与制造业分别增长7.3% 与3.2% 是推动国内生产总值首季度增长的主要领域 此外制造业增长3.2% 农业0.9% 采矿业2.4% 以及建筑业7.4% 至于失业率也稍有改善 从2022年第四季度的3.6% 降至今年第一季度的3.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较早前首相达德斯里安娜曾表明 政府正与相关国家商讨 并决心将再逃嫌犯刘特索逮捕归案 对此 全国警察总长 丹斯里·阿克里萨尼指出 涉及刘特索的案件将交由大马反弹委会处理 不过一旦刘特索被引渡回国 警方就会继续着手对刘特索的提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提到 警方将与反弹委会合作 且展开更深入的讨论 也将刘特索激难归案 如果刘特索能被引渡回国 警方将继续用相同的法令提控他 官司缠身的前首相夫人达丁斯里·罗斯玛 面临多项与洗钱有关的刑事指控 为相关案件至今还是悬而未决 随着罗斯玛向总检察署提呈陈情书 寻求撤销其洗黑钱和逃税的控状 高庭因此宣布取消原定今天的审讯 并展延至8月24号审理此案 法官姆尼安迪是在罗斯玛代表律师 达德居弹告知 辩方已在5月3号向总检察署提呈陈情书后 宣布取消今天起展开的审讯 居弹指出 从陈情书中 已从罗斯玛之前被判罪成的太阳能案 提出一些事实 因此辩方要求推迟今天的审判 主控官阿玛阿克拉姆告诉法庭 他们已在5月3号收到陈情书 并表示辩方在陈情书挑出严重的法律问题 为此 检方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来决定此事 法官随后则定于8月24号审理此案 以及取消之前责定的审讯日期 分别是6月28号和30号 7月6号 7号 28号和31号 以及8月1号 2号以及11号 罗斯玛在这起案件中 面对12项涉及金额709万 7750令吉的洗黑钱 以及5项未向内陆税收局 承报其收入的控状 他被指于2013年12月4号至2017年6月8号期间 在安邦路的爱芬银行 以及2014年5月1号至2018年5月1号期间 在端姑阿都哈林路的税收局犯罪 无论如何 现年71岁的罗斯玛早在去年9月1号的 太阳能弊案中被判罪名成立 必须入狱10年 随着罗斯玛提出上诉 高庭批准暂缓刑罚 上诉庭已责定7月11号至14号 一连四天审理罗斯玛的上诉 吉隆坡旧吧生路两名华裔男子2号 涉嫌在电屋前引爆自制的水管炸弹 他们今天被警方带往吉隆坡推示厅面控 然而他们都否认有罪 随后两名被告获准以3000令吉 以及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案件则定6月22号过堂 根据控状 现年分别32岁和34岁的 两名被告是在2号清晨5点45分 位于吉隆坡旧吧生路 移动公寓楼下的草丛 燃放三根自制的水管炸弹 造成附近电屋蒙受不同程度的损毁 而居民也被爆炸声惊醒 警方在案发后赶往现场 成功采取三组指纹 而附近监控也拍下嫌犯的干案过程 帮助警方侦破爆炸案 两名被告的行为 已经抵触1957年爆炸物法令第6条文 一旦罪程可被判处7年监禁 或1万令吉罚款或两者监失 尽管如此 两名被告在聆听控状后否认有罪 推示允许两人以每人300令吉 一名担保人保外 条件是必须每个月到警局报到 直到案件在6月22号过堂 马六甲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 日前展开监督行动 以打击当地公共场所 销售仿冒破的活动 局长诺瑞纳加发指出 这项举措是为了维护马六甲 作为国内主要旅游景区的形象 另外当局至今没有接获任何有关 市场上矿泉水短缺或涨价的投报 马六甲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 日前在中央线四家店铺展开执法行动 并充公疑似仿冒的鞋子 拖鞋和皮带等物品 总值超过3000令吉 当局援引1987年版权法令第41条一款A项条文 以及2019年商标法令第102条一款C项条文 展开调查 与此同时 当局也没有接获任何有关市场上 矿泉水短缺或涨价的投报 努雷娜指出 当局自上个星期起 展开多项执法行动 并发现市场上矿泉水的货源依然充足 无论如何 当局依然采取必要行动 确保预计持续到9月的酷热季节 矿泉水货源不会短缺 为了确保教师和学生在课堂期间的舒适度 教育部督促教育局 针对学校的受损教室和设施进行维修 西美兰教育局局长 Roslan Huxin透露 目前该州的校园设施都处在良好状态 教育部日前规定各州的教育局 重视及维修校园的基本设施 尤其是最近天气开始转热 损坏风扇必须尽快得到维修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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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将陈昌敏在武术赛中最后一天再次摘金 同时也是首位在本届冬运会斩获两枚金牌的大马运动员 另外大马脚车骑士努阿密鲁也传来佳音 今天上演的公路脚车项目男子个人集体出发赛中 险胜其他选手拿下金牌 这也是大马代表团的第26枚金牌 在昨天率先上演的男棍项目中 以9.51分暂时位居第一名 接下来轮到今天上演的男刀项目中 他悟出9.65分 最终以19.16的总分赢得女子男刀男棍的金牌 至于赢牌是由越南选手以总分18.413分获得 而缅甸选手则以18.303分位居第三 身为2019年武术市锦赛男刀项目金牌得主的陈昌敏 水平明显与其他选手不同层次 毫无悬念地包揽自己所参加的所有项目 另一方面 大马代表团在本届冬运会的第26金来自公路脚车项目 大马骑士诺阿密鲁以3小时22分50秒的成绩 完成150.6公里的赛程 为大马夺下公路赛金牌 由于诺阿密鲁与印尼和菲律宾选手同时冲线 最终是以电眼判决才分出胜负 为了奖励在柬埔寨冬运会征战的运动健儿 雪兰娥青年发展体育及人文发展行政议员 Mohammad Khairuddin表示 州政府将为那些在冬运会 展获奖牌的运动员提供特别奖励 表扬他在国际舞台上的为国争光 同时雪兰娥体育理事会执行董事 Mohammad Nizam希望所有参加冬运会的 97名雪州选手在各项的体育项目全力以赴 完成我国40斤37银64桶的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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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推翻民选政府之后迎来的第二次选举 帕拉玉在位八年民心思变 而最新的民调也显示 泰国两大反对党将在五月十四号的大选中大获全胜 无论如何根据泰国的选举制度 在没有一党独大的情况下 一切都会出现变数 现在就带您快速了解 本届泰国选举的几个焦点 泰国在2017年修改宪法 首相日命必须获得上议院和下议院 750名议员的过半支持 也就是376票的最低门槛 其中上议院250名议员由军方指派 这250票通常是亲军方派系的铁票 换言之 只要亲军方派系在民选选举中 再赢得126个席次就能轻松执政 若反对党想要成功执政 则必须单独或者通过结盟 直接赢得376个席次 足以无视军方委任的250票 拥有军队背景的看守首相帕拉玉 上一届成功大选 恰恰是因为这250票的支持 尽管如此 帕拉玉原本的政党 公民 力量党选前却闹出分裂 转而支持原任副首相巴维 为首相人选 帕拉玉为了连任机会毅然出走 加入泰国人团结建国党 成为该党力推的首相候选人 帕拉玉出走同样拥有军队背景的巴维 很可能成为上议员之时的首相人选 泰国选举的另一个焦点 就是前首相塔信家族的回归 如今流亡海外的塔信 与他的妹妹英勒 前后被军政府拉下台 他的幼女佩通坦披上战袍 领导卫太党重夺政权 作为最大反对党首相候选人之一的佩通坦 5月1号才刚刚生产 休息一个星期立即复出备战 民调一直领先的佩通坦 最近却被第二大反对党的领袖超越 上一届大选横空出世的前进党 43岁的首相候选人Pita 备受年轻选民青睐 极有可能分走原本支持 卫太党的选票 然而该党对泰国军方 与皇室的政策却较为激进 无论如何 若这两大反对阵营 能赢得多数议席并结盟 则有机会组成联合政府 赢得政选 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汉 星期二在高等法院出庭回应 贪污指控时遭到军事部队强行逮捕 伊姆兰汉被拘留后 因涉嫌贪腐案在还押八天 引发全国抗议 经巴基斯坦最高法院裁决 当局逮捕伊姆兰汉的行为并不合法 相信伊姆兰汉很快就会被释放 路透社报道 巴基斯坦最高法院裁决 由肃滩机构国家问责局局长 所发出的逮捕令 其执行方式无效且不合法 法院做出裁决后 支持者再次涌上街头 庆祝伊姆兰汉获得释放 甚至还高喊伊姆兰汉万岁的口号 支持者乐观认为伊姆兰汉当天晚上就能获释 他的律师表示 伊姆兰汉被要求在当地时间 星期五早上十一点出庭 从现在开始他将不再受到拘留 而是交由法院监护 路透社拍摄的画面显示 当局已经在马巴德高等法院加强保安 现场守卫森严 因为预计支持者将在伊姆兰汉出庭之前 游行至首都卡拉奇 伊姆兰汉星期二遭到逮捕后 他的支持者与警方爆发冲突 袭击军事设施和纵火焚烧 至今已经有近两千人被捕 至少有八人丧生 继世卫组织宣布 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 如今再宣布解除喉斗紧急状态 世卫组织表示 此决定是基于各国的快速应对 使得全球在控制喉斗疫情方面 取得稳步进展 尽管如此 该组织提醒 喉斗病毒将继续给人类 带来重大的公共卫生挑战 因此各国仍需要积极应对 世卫组织于2022年7月宣布 喉斗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并在2022年11月和今年2月 重申其立场 根据该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 于星期三会议的建议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 喉斗疫情不再构成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谭德塞表示 各国的快速应对让世卫组织深受鼓舞 全球在控制喉斗疫情方面取得了稳步进展 在过去三个月的报告病例 比前三个月减少了近90% 根据世卫组织数据 自喉斗疫情爆发以来 总共有111个国家和地区 向世卫组织报告了超过 8万7千例病例 包括140例死亡病例 好的 以上是晚间新闻的所有内容 我是杨怡婷 感谢收看 Salam Malaysia Madani 我们再会